但是其實近期我發現有一個族群 有籌碼進駐的跡象 那我發現這個族群毫無例外的 都在哪一個展區 在電競相關的族群裡面 為什麼我們從籌碼可以看到這些跡象 發現資金慢慢有往電競這個產業去做移動 它是偵測市場上面的主力 這一段期間現在是進貨還是出貨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敘事東升節目 那我們今天的標題直接不囉嗦 我們放了幾個重點的類股 請投資人今天好好留意 首先我們要介紹一下我們的加權指數 因為這一兩週其實我們收到的訊息 普遍市場上面的投資人應該都是看空的 那因為不管是台股或者是美股 都是利空不斷 結果今天來5月18號恭喜 大盤正式過了萬六 今天我們收完盤之後錄節目 統計一下加權指數收16101 還給你過16100點 再過1點 萬六大關正式站穩 突破表態 那有一些投資人可能會講 老師 為什麼國際股市加上台股 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這一段期間美國不是一直都在炒 債務上限的問題嗎 那你還記不記得 我們錄敘事東升這幾集的節目 我們一開始都先跟投資人講 我說債務上限的議題 聰明人就知道 那叫做假議題 因為美國過去發生78次債務上限的問題 毫無例外每一次最後都是調高 所以這一次剛好因為2023年碰上選舉 拜登想不想要選票 想 所以在XX日6月1號之前 大家一起來演演猴戲 甚至我們跟投資人講 我說至少有一個族群 你不用擔心 有些人就會講 那麥卡錫不是主張削減支出 再來提高債務上限嗎 那完蛋了完蛋了 麥卡錫是加州的議員 加州是太陽能大洲 那不過就是要砍綠能這個產業的補助嗎 拜登他不會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怎麼說呢 今年拜登為了逼特斯拉就範 希望他們可以統一一下充電裝 跟電動車的規格 那其實灑了75億美元 就是在逼特斯拉就範 希望你們可以統一這個規格 那這個是今年才發生的事情 拜登會不會在這個時候 突然臨時喊咖說 關於電動車儲能這個部分 我們不給你補助了 當然不會 因為這樣等於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好所以這幾週其實我們在影片中 就一直跟投資人講 後面你不要管拜登做什麼 他說什麼 最終在充電裝這一個部分 基本上中長線來看 它會是一個利多 如果你擔心美國市場 我們可以往歐洲市場看 那歐洲有一半的充電裝 集中在荷蘭跟德國 甚至示範國 最早的是荷蘭 所以這幾週你有沒有發現 當盤勢不穩的時候 第一個 我們先開始給你幾檔 世外桃源的相關概念股 比如說上一集 來我們跟你講3046的建基 它就是宏基底下的小金基 往荷蘭的市場去做切入 那我們來看一下 離我比較遠的這一張就是 建基到今天5月18號的走勢 你會發現它仍然不斷的 還在挑戰新高 當然還有另外一檔 這一檔就是特斯拉的公令鏈 3003的建核心 昨天你看美股特斯拉 一根旱地拔充 建核心毫不例外的 也跟著同步上漲 你如果看一下昨天晚上 美股特斯拉的表現 也是漲了一個4% 你可能會問為什麼老師 建核心跟特斯拉的股價 連動性這麼高 這個我們額外講 電動車或者說燃油車 它是一個衛星級的產業配置 也就是說你各式各樣的零組件 你最後會先送到整車中心 整車中心會不會常常去換廠商 其實不會你想想看 今天我如果叫A公司的馬達 跟B公司的齒輪 如果送到我整車中心 發現配不了 完蛋了 這台車沒辦法整出來 所以一間整車中心 它平常不會隨便換供應鏈 這個是車式的一個特性 叫做衛星級配置 整車中心在中間 相關的概念股就在周圍 所以今天我們先解答 投資人第一個問題 為什麼建核心和特斯拉的同步率會這麼高 甚至我們再回推 我說有些人會認為說 台灣的電動車市場不夠大 充電裝市場 2025年我們政府就規劃7800支 甚至快充就200多支而已 市場不大 但是我們有講過 我說你要整成一個快充 你背後必須要有充電櫃的幫忙 因為你從電廠送過來的電 叫做交流電 而快充用的電叫做直流電 前一段期間 如果你有看我解盤節目 我們是不是跟你介紹一檔廣機 但是我們在這個地方 跟你講的是廣機的子公司 廣定 不曉得投資人你還記不記得 前兩天我們的總統 才到苗栗去針對一個風電廠 幫忙做一下剪彩 廣定這一家公司 他在苗栗 甚至是一些中南部嘉義彰化 他都有除能貴的標案 所以我們的總統在這裡 其實錢就會跟著到哪裡 那5月18號今天你去看廣定的股價 也是一根漢地拔蔥 為什麼這些股票 他們的走法都這麼像 這樣子投資人今天聽完我們分析 電動車產業應該清清楚楚 背後代表的市場 除能貴代表的市場 終極的應用就是用來服務電動車 當然你可能會問 老師這段期間為什麼你這麼琢磨 在於電動車相關的市場 那是因為我們台灣在南港展覽館 4月的時候就有展出 汽車零組件展 今年他多加了一個區塊 所以延後一個月展 他多加了國際智慧移動展 你說好複雜 什麼叫國際智慧移動展 簡單講三個字 充電裝 這樣子投資朋友應該清楚了 你從這些出展的廠商 去連動一下我們台灣的產業 所以你會發現近期什麼族群在夯 一目了然 甚至事先可以做佈局 那我們節目講到現在 全部都在埋梗 我們在跟投資朋友講的是 5月29號到6月2號 我們南港展覽館 接下來要展出的 Computex大展 每年都會舉辦 今年我本人研究過之後 我發現可以連動到兩個族群 第一個叫做半導體 那半導體 我相信投資人應該不會想聽我講 你會想聽黃仁勳講 那這幾年其實他是不斷的回來台灣 跟我們台灣的廠商做一個合作 所以5月29號 歡迎投資人去聽黃仁勳在現場的演出 今天我們要講另外一個族群 我相信市場的投資人應該都沒有發現 這個展覽其實分成很多個區塊 但是其實近期我發現有一個族群 有籌碼進駐的跡象 我發現這個族群毫無例外的 都在哪一個展區 在電競相關的族群裡面 剛好電競產品剛好也是一個展區 麒麟水冷式散熱 這一個水冷式散熱誰賣的 答案是3032的偽訊出的 偽訊市場上面的投資人 可能會以美洲師這個品牌 你比較知道 過去的投資人可能會認為 偽訊的美洲師就是賣電競的鍵盤 滑鼠甚至是電競椅 那毛利有多高呢 你可能會打一個問號 所以這種股票你可能不會去看 但是我們說了 3032的偽訊也往下一個世代邁進 不是發展主動式散熱 也不是發展被動式散熱 而是發展下一個世代的技術 水冷式散熱 那我們不多做介紹了 你自己去官網看 今天我們要去跟你講說 為什麼我們從籌碼可以看到這些跡象 發現資金慢慢有往電競這個產業去做移動 這一檔股票前一段期間 主力目前為止是有在做價的 所以前面拉過一波 買股票不是叫你去追漲 我們等經歷了一個全波段修正 等到拉回到我們的多空線 甚至你發現它底下的是正雲帶 有的是支撐 等到它拉回這個正雲帶 我們發現它確確實實站穩之後 我們看一下籌碼 AD籌碼進出貨線 它是偵測市場上面的主力 這一段期間 現在是進貨還是出貨 結果我們發現一個現象 它的股價衝高了沒有 沒有衝高 但是我們卻發現主力加碼的張數 早就已經先創高了 這代表什麼意思 股價還沒創高 主力買的張數創新高 代表主力在這個地方做的動作叫做吃貨 而不是到貨 3032剛好很巧的 它這一次Computex大展 它也有參展 就是在我們說的電競區 所以當然電競相關的族群 當然不只這一檔股票 只是我們發現每一個個股 都有這樣的跡象 我們就拿一檔股票出來做一個例子 如果你想知道相關族群更多的股票 因為節目時間的關係 你有興趣的接下來這兩週 在展覽展出之前你都還有機會 盡快搜尋我們的QR Code 那只要是跟股票相關的問題 都是由我本人親自做一個回覆 我們下集見 掰掰